好继续带您关心国民党及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涉嫌利用女儿经营民宿的两名员工当作人头 诈领助理费大约60万元 即使潘岳霞全盘否认 但是检方认为潘岳霞母女有勾串逃亡之余 那么5号深夜法院裁定两人积压境界获准 今天是本席在本届第八次定期大会 最后一次的总咨询 国民党及花莲县议员副议长潘岳霞 被爆出涉嫌任内长期诈领助理费 5号晚间母女两被以涉犯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双双遭到挤压境界 据了解潘岳霞在2019到2020担任副议长期间 同时跟女儿在玉里镇经营民宿 母女竟然涉嫌把民宿两名员工 不时申报为议会公费助理 目前初估以两名员工的月薪来说 金额大约是60万元 借此向花莲县议会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用 逐身损害于花莲县议会 对于议员助理补助费管理及核销之正确性 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之公务员 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务等罪嫌 经检察官以被告涉犯重罪 有逃亡及篡政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 经法院于昨日晚上裁定被告羁押境界 潘月霞参选玉李政长失利 现在又卷入贪污宜云 针对部分选民认为是否有政治因素 花莲地坚署则强调 一切都是依照证据依法侦办 与选举无关 记者许丽琴花莲市报道